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看过我UPES审核经历的同学都已经过了吧 故障 然后我把我的UPES审核经验放在这边 以后放在下面 如果没看的同学记得去看一下 说不定对你有用哦 那过了审核之后应该干嘛呢 是不是就应该 选原班的学习原班 然后等促的等促 那就可以办签证了 对吧 在办签证之前呢 就需要准备一系列乱七八糟各种的材料 这个我会放在后面下一个视频讲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下 其中你需要到外地去办的一个材料 那就是去德意志银行开户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走 我为什么选择德意志银行开户呢 是因为其他银行就是可能现在有大概三种还是四种的开户方式 德意志银行呢 就是你直接一次性的支付八百五十是欧还是块钱的 我已经忘记了 然后就是其他他就没有另外的年费啊 手续费啊两千八糟的各种费用 但是其他两个直接在网上开户的银行 就是你办签讯可以用的那种银行 他就是需要就是你可能一次性的开户费用很少 但是他每个月需要缴纳管理费 然后还有就是呃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方式就是N26 应该很多人会知道 然后那个是信用卡并不是储蓄卡 而且N26那个银行是没有任何实体的存储款机的 听我同学说就是呃 那个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存钱 因为他打工然后呃 老板就给他现金 所以他舍了一堆 但是他拿着那个没有办法存钱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算下来的话 就是以时长加上金额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德意志银行比较划算的呃 这边的话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银行 你可以过来了以后呃 再办别的银行的卡你觉得比较便宜的 或者怎么样的都可以呃 然后就是这边办信用卡的话 我看到有同学说就是需要你在这里待六个月才行 就是需要你有一定的呃 信用的流程还是什么基础什么的 然后你才能办信用卡 所以我建议的话对于卡来说是带上Visa的卡 就是有那个Visa标准的那个卡 加德意志银行的卡就比较够用了 然后现在呃 有些地方就比较大型的就是中国客人会比较多的地方 都会有支付宝都可以进行支付宝支付也很方便 然后信用卡的话就办那种呃 嗯我办的是留学型的信用卡就是呃 刷的话是不需要不需要手续费的呃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各个银行 然后来了解一下 嗯 我是在上海银行开的户 呃为什么去上海呢 呃因为我 阿牌是省了两遍嘛对吧 那我还去北京上了个语言班对吧 这就去了三趟了 那我签证还是得去北京 因为我是属于北京辖区的嘛 那就四趟了 那我为什么对于银行还要开户还要去北京呢 那不就是五趟了吗 而且我当时开户的时间很紧 就大概是呃中介呃一天或者两天之前跟我讲 然后要我明天去开户的那种 就是他可能早上跟我讲 然后要我马上去开资金证明 然后资金证明开完了晚上走 然后就去开户 那我一般都是坐卧铺去北京嘛 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买不到车票了呀 而且我觉得坐高铁实在是太为难我了 我这个人哇 你要想想白天那四五个小时没事做 然后就坐在高铁上多浪费时间啊 刚好查到就是上海也可以去嘛 而且上海是动车 就是同样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他票价便宜啊 哪里便宜去哪里 对吧 好然后就毫不犹豫的去了上海 其实德意志银行还有 除了北京上海以外 还有广州可以开户 大家都会选 因为广州我也去过了呀 我是去 我第一次去考德服就是去了广州嘛 那当然毫不犹豫的去上海了 有一点是必须必须本人去 呃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就是得本人去吧 呃 这一点比较重要 还是要注意一下 呃 第一 就是你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 首先就是呃 呃 对 你需要拿到了醋 或者是语言班的路线通知书 你才能去开户 像我这种的话就 毫无悬念了嘛 反正就是要来读语言的 那也不需要有那种焦局的等促啊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那我就是拿着我的 呃 语言班的证明 呃 语言班的证明呢 这些材料 你只要踩打就可以了 他就相信是远见 因为很多 语言班就是直接给你发一个邮件嘛 你 他不可能从德国给你寄过来 你自己拿到吧 所以踩打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护照身份证的原件 嗯 然后护照身份证的 复印件 就是这些都 其实 其实他复印件都会还给你 就是告诉你 你自己要留存一份 嗯 但是你最好还是打着 最好最好 因为如果到时候你去的话 我后面会讲到 流程的时候会讲到 然后就是 呃 阅读确认会是跟 登记卡 这些这两个东西是手填 因为我是找了中介嘛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中介直接发给我 然后我直接把文件打出来 然后签字怎么怎么 呃 我也会尽量的找到 就是这些东西 嗯 在肯定他官网上面会有 然后我会把它 要么就放在info box 要么就放在评论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呃 然后就是开户的表格 其实 这 这个东西真的是卡了很多人 真的是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就是填了以后 底下会有那个 unguitish的那个东西 红色的东西 就死活消不了 我当时是 我文案老师帮我弄掉的 嗯 然后其实你过来开户 你也会填那个表格 其实也会有同样的问题 然后当时 呃我解决方法就是把我 曾经没填过 然后没有任何问题的文件 发给我同学 然后让我同学在那个基础上改 然后 嗯 他这个是 就是成功了 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一下 再就是一个 呃 纳税人信息的一个表格 也是需要手填的 最后第五个就是 资金来源证明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大家哪一个银行卡里面有这么多钱 你就去哪一个银行卡就行了 呃 就去哪一个银行开就行了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需要资金 资金来源证明 然后我要中英文 双语版的 然后你跟他说 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开 开完以后记得复印一份 就是我觉得这些材料你最好都是 呃 有两个 有两份 辈份的那个样子 对 呃 资金来源证明呢 有一点就是 必须是父亲或者母亲的存款证明 不是你自己的 千万不要是你自己的 然后要是欧元账户 就是 就是说你开这个资金证明之前 你需要买 呃 8640 或者8660 就是 你要你要往里面存那么多钱 前的一个 呃 你账户里面有那么多欧 是欧元 然后就是中英英文 然后 资金来源证明跟你上面前的开户表格 有一个地方是 需要相对应的 呃 我也不知道这个 为什么反正 就是 最好是这么填一下 自保金现在是 8640 欧 然后再加上 呃 一些手续费啊 对手续费好像是150欧吧 呃 不太记住 然后 就是我们中 我中间建议呢就是 呃 至少要汇8840欧 在里面 你可以比那个汇的多 但是你千万千万不能比这个汇的少 就这个意思 呃 其实我比较建议是多汇一点 因为你 呃 来了一段时间如果拿到卡你想马上用的话 呃 就是多汇的那个钱你是可以自由支配的 但是其他的那些钱就是 或者是你超出 你如果 就比方说在柏林吧 就是你这些钱你肯定是会超出来的 就是你一个月720是绝对不够用的 所以 嗯 嗯 就是我 就是你一过去你就可以按照那个指引走吧 嗯 我当时的话就是从 从地铁出来嘛 然后穿过一个商场 然后直接走到那个大楼的 嗯 也没有任何的就是有走错路啊 或者是找不到路啊 那些 大家就跟着地图走就行了 嗯 然后你去了大厅要记住把身份证拿出来 你要拿门禁卡你才能进去 你就跟他说 呃我是去的一只银行开户的 他就知道然后你出示身份证 然后把门禁卡拿出来 拿到门禁卡就可以进去 但是 如果你要出来 他这个机器呢是吞门禁卡的 就是说呢 你如果出来了要再进去 你就要再重复一遍 就是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 然后再拿门禁卡然后再进去 就是这样 嗯 然后就是就可以直接上电梯上去 嗯 就你如果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边走 你就可以去随便选一边走 因为他两边门都有保安 然后你呃你可以直接跟保安说 你说我是去来开户的 然后保安就会指引你 呃如果你走对了的话 因为如果 其实其实如果你不问那些人的话 你根本就进不去的 啊 如果你问对了的话 保安会帮你开门 然后给你带到 我当时是进到了一个大的会议室 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在等了 因为我当时就是我是直接 下了WARP直接过去嘛 就可能到那就差不多八点钟左右吧 呃我排的是17号的样子 对 呃然后就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那里 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会来审核我们的材料 如果就是如果有哪一项材料不合格的话 你就需要立马去补 如果呃就是他那里就是不提供打印嘛 你需要去到别的位置去打印 然后他会告诉你是呃你需要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当时是开户的那个表多填了一个数字的金额 然后我就要重新去打印两份 嗯收回那个会议室 因为我当时来晚了嘛 然后就坐在窗台 哇塞那30层楼的高度 对面就是东方明珠 我闻闻在那里拍照等着 在开户之前你要先去另外一个大厅 你要先去填一快递单跟你需要交钱 一个交钱的单子 快递单就是嗯到时候我们会收到两封信 第一封是你嗯对于你签证很重要的 你签证需要拿这个去签 然后第二封信是过来你激活的时候很重要的 呃要怎么激活怎么安卖的呢 我把链接放在这里 呃我在柏林言签的那个 经验视频里面有有说过就是那些单子就是墙上会有模板 你照那个模板钱就行了 正常就是850 嗯对嗯 嗯反正如果涨价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你们去看了你就知道了 因为那些钱啊 记住是要带现金 就是 850块钱它是不收取任何银行卡 你刷卡什么都不行 你要带现金去 现金哦 好 然后出门对面 然后就进那个会议室什么 然后就 反正如果到时候不知道 或者是我可能有一些说错的地方 你多位就行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真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就是这个 德意志银行开户的经验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顺利的 然后我省材料不是说我省材料这件事情 然后它是一边省材料 就一边会发号 那个号呢就是你到时候 把材料拿去 呃拿到你写快递单的那个地方开户 那就是一个柜台呃的地方 对 然后他会叫号 你叫到你的号 你就去就行了 呃 然后我当时是 就是开户的资料有错误嘛 我也没想到会 会有这会有这一茬 你知道吗 然后就急急忙忙的过去 呃 他复印的地方呢 是在一个酒店里面 酒店的二楼 有一个影印室 还是一个什么 就是呃 你上了二楼 你就应该就会知道我哪走 嗯 我当时应该是这样 然后 然后就是那有电脑 但是电脑是英文系统 可以开文件 可以上QQ 可以上网 可以干嘛 因为我当时没有带U盘 我没有任何的有东西的备份 哦对那里的网不好 没有四级网 嗯 所以我当时破费了一番周折才拿到 然后我复印打印的钱是四块钱一张 嗯对就是这样 嗯 嗯 还好我当时是 嗯 急忙找我文安老师 然后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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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真的很谢谢那个文安老师 好 你复印或者打印的 这个过程你要尽量的快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叫号了 我当时就急急忙忙的弄完回去的时候 就正好到我的号 真的是正好 我就不知道如果我错过了我这个号 我应该怎么办 因为他是一直都有不断的人会过来 我不知道他会办到几点什么时候射个头 但是肯定是越早去越好了 然后还好我是 就是赶在那个之前 然后你就把材料交过去 然后一个窗口是交材料 他会审核你的材料 看你是不是本人吧 然后另一个窗口就是交那个现金 搞定就能回家啦 回家了以后就等着收 收两封信 然后一封信呢 就是签证有关的材料 具体是什么我也忘了 可能我会在签证的那个视频上记起来 大家就去看我签证的那个视频吧 如果我签证的那个视频出来了 我会把它放在底下的 然后还有一个材料就是你过来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所以大家把那两红信留好 然后收好 然后全部都带到德国来就对了 然后这应该就是所有啦 好 再回来讲一下 再回来讲一下 激活的事情 你来德国了以后就需要拿着护照跟和 租房合同去 Hot House 就是市政署所 Unmelden Unmelden完了以后呢 通常旁边都会有德意志银行 反正我是这个样子 大家也可以找你家附近的德意志银行 尽快 就是在网上把他的那个激活的表格下载好 其实那个表格也很简单 比开户的表格要简单 一万倍 真的简单一万倍 就几张纸 然后你把它也是就跟开户一样 你就是原件拿过去 然后我当时是那个柜台的小姐姐帮我隐隐的 我觉得自己隐隐也OK吧 反正你就把它全部都拿过去 然后什么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是要拿一份文件的话 你就都带过去 你跟他说 然后他让他自己去挑吧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 然后你如果开通了手机银行的同学 就会收到四封信 如果没开手机银行 可能就会少一封信吧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会在你收到第一封信之前 会收到一个邮件 然后那个邮件上面会有一个链接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可能是会让你下手机APP 这个样子 然后你收到那个邮件 你就知道 我第一封信要来了 然后第一封信就会 就是让你说手机APP的那个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第二封信就是TAN码 就是一个照片 一个图 然后第三封信就会是 哦 还有那个手机APP的那个 登录的那个密码 你也会收到 应该是在TAN码之前 然后然后就是卡 卡是第三封信 呃 第四封信就是你的密码 呃 正常情况来说的话 我在这边其实很少用到密码的 反而是手机APP的那个 呃 密码 呃 嗯 要密码的时间确实不多 但是大家都还是记好了 像我这种脑子不好使的人 就会经常忘记密码 然后还锁了一次 嗯 锁了一次 然后我就很着急的去找那个前台 然后前台就问我 你还记得原来密码 我说还记得 然后然后他就帮我打开了 如果你说你不记得 如果你说你少不到了 那你就又得等 他会给你寄信过来的 真的 然后我 我就是一不小心 又在网上把 呃 我手机银行给锁了 就是然后天码是三十天之内有效 然后我又去银行 我就跟他说 呃 我那个被锁了 然后呃 手机银行能不能 你再帮我激活一下 好 然后等一个星期 信你来了 然后就按照上面的步骤 做就完了 好 这应该就是所有了吧 我今天应该讲得很快 因为 德意志银行开户 真的是一个 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呃 比较轻松的一件事情吧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我付一个 好 好 我